嗨大家好,我是刘友果,影片匿名者 故事发生在2030年,为了降低犯罪率 政府给所有人都植入了心灵之眼晶片 监控着所有的公民 心灵之眼相当于联网带有监控的微电脑 有了它之后,你看到一切事物都以AR的形式出现 如果别人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内容 比如姓名、年龄、职业、简介等等 你看它一眼,就可以读取到它的资料 除此以外,可以用心灵之眼看视频、打电话等等 它的运作原理是眼睛看到一切,它就记录到一切 然后再传递给大脑做出决策 所以说大脑接收到的画面完全是被心灵之眼已经处理过的了 而这一切看似很美好,其实也有坏处 就是你干任何实质性的事情时 都会强制性的被心灵之眼以视频的形式记录 上传到云端且不可被修改 这样一来,每个公民24小时的所作所为 都会被政府部门所监管着 警察破案也变得再简单不过了 当然了,这样的时代每个人都毫无私密可言 夫妻间的事情都会被记录保存 好了,影片正式开始 男主大叔是李毅的警探 这天就接到了一宗枪击案 股票职员遭到了枪杀 凶手修改了死者的心灵视频记录 抹去了作案者的定位 悄无声息像隐形人一样完成了这场谋杀 他的同事光头哥就给他看了以前的一场谋杀案 作案手法和刚发生的一模一样 暂时认定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有着职业嗅觉的大叔 想到了今天早上偶遇一个没有任何数据信息的神秘女人 作为如今的时代 很少有人什么都不公开了 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他与此案有关 接着只需要大脑发出指令 身体中的微电脑心灵之眼就把影像传输给了同事 大有一种心想事成的感觉 一天结束回家休息的时候 他的心灵之眼被入侵了 关于那个神秘女人的信息全部被清空 他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 第二天大胡子同事就发现了新的线索 死者遇害之前都找黑客 曾删除过自己的某些不良记录 接着大叔就聊到了昨晚记忆被抹的事情 可怕的是传输给光头哥的那段记录也被删除了 看来这一定是某个黑客所为 但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接着他们接到了报案 一对女性惨死在床上 又是找不到任何心灵之眼的记录 与上次的案件手法相同 一切线索也都被删除了 思考之间就有人溜走 大叔赶紧去追 但是对方太快 他跟丢了 这样被动下去永远都抓不到凶手 不是说死者生前都找过黑客抹出不良的记录吗 那干脆他自己也试试 没准能调到作案的凶手 伪装了身份雇佣他曾见过的神秘女人 来删除自己的记录 另一边 大胡子则追踪这个黑客的信息 果然在拒绝了几个非目标黑客之后 他们发现了那天见过的三无神秘女人 他娴熟的帮助大叔 删除了不良记录 拿钱走人了 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只是对方手法太高明 不清了神秘女的心灵之眼 居然也无功而返 没办法 大叔只能再想办法和神秘女人见面 依然是拿抽筋 帮大叔删除不良记录的套路 可是修改过程中 由于大叔伪装的记录太慌张 不小心暴露了他警察的真实身份 带着武器他转身就跑了 听到了想想 大叔也赶紧到隔壁一探究竟 却发现藏在这儿的同事大胡子被杀死了 钓鱼不成导致同事死亡 他被停职在家了 想不到黑客再次入侵了他的心灵之眼 删除着他的记录 并且给他植入了假的视频画面 让他产生了幻觉 这让他差点杀死了邻居 十字路口上更是差点送命 再这样下去 真相无法破解 自己也命不求已 于是费尽了心机 找到了神秘女的住所 他则毫不吝啬地分享了 自己那天的视频记录 原来他听到响声才跑过去的 等他到的时候 大胡子已经死了 之后为了避嫌 他来不及解释只能逃跑了 还交代他的每一个雇主都被杀死了 大叔是最后活着的一个雇主 所以大叔也会有危险 这件事情之后 他因为不遵守警察规定 擅自离家 他被软禁了 就在这时候 凶手入侵 给他制造了假象 并且打算杀死大叔 神秘女一向知道 是谁一直在陷害着自己 所以就来帮忙了 虽然心灵之眼被入侵 看到的有真有假 但凭借着多年的抓捕经验 他还是干掉了凶手 他不是别人 正是局长请来的那位专家 原来他是为了保护 神秘女的隐私不被泄露 所以杀害于女黑客接触的每一个人 真相大白 大叔官复颜值了 女黑客将删除大叔的记录 也还给了他 并且对大叔说出了 他之所以匿名 就是不想被别人窥探他的隐私 说完便删除了大叔的这部分记录 而大叔也将他的罪名清除 两个人就这样相忘于江湖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门之后 感觉虽然我们没有被植入心灵之眼 但是满世界大街小巷的摄像头 也早已遍地开花 家庭的监控系统更是瞬间的崛起 但传出的消息往往是私密内容的泄露 如今个人信息泄露 已早已屡见不鲜 QQ群搜索那些黑色产业 更是不胜美举 到底是谁才可以监管这些事情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喜欢电影的你 看到这里记得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